大家好,我的人叫做曾晨恩,我今年八岁 今年十一岁 我是曾丽萍的大姐,曾晓琳 我叫曾丽萍,我今年四十二岁 我是台东资本碑南族 星期一到星期五是公务员 星期六到星期天是圆明牧场临时工 我周五下班就大概搭六点多的火车 坐了四个半小时回到台东 那星期六一早就会在牧场帮忙 帮忙到星期天的下午 就会搭下午有时候搭傍晚五点多 然后回台北 回到台北也七点或九点多 然后隔天星期一再继续周一到周五的上班 圆明牧场大概有三十三年的历史 那整个牧场租大概有一千三百多头 租场从两百头开始养 那起初的工作人员有爸爸爷爷奶奶三个人 那后来妈妈也辞掉工作 就是也加入 就是第一代就是这四位老人家在养猪 我有四个兄弟姐妹 那现在就是大姐也在猪场帮忙 二姐也在猪场帮忙 那有时候假日就是小朋友 就会下猪场帮忙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陪小孩子 所以就是把它待在身边顺便 请他们扫个地做简单的帮忙这样子 我有一个九十几岁的奶奶 我爸妈都七十五 都大概七十几岁了 所以能做的也只有姐姐 哥哥他另外有自己的工作 所以就是整个牧场也只有 人力就是大概四到五个 所以有时候一些工作是要 三个四个人做就变成没有人做 所以我就利用周休这样子回来往返 大概五年前几乎是每周来回 成就感就是跟家里的人 就是关系都很好很密切 挫着感就是没有自己的时间 我们三姐妹都没有结婚 三姐妹都太爱家了 做厂工作确实是就是 就是劳动力很重的工作 比如说饲料很很重 可是其实是有方法的 只是说如果长期这样子是 当然是对身体是 是一种负荷 因为我们家靠就是靠近资本溪 所以也有附近也有所谓的 土石流警戒区 所以还是对对猪场有一些威胁 所以台风季节还是要多留意 像之前尼泊特台风就是屋顶都吹了 然后整个果树都连根拔起 非洲住人我问过我爸爸 他是说就是有或没有 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如果有了就再另谋出路吧 再看这块土地还可以做些什么 我退休的计划应该还是会 回来台东 就是跟家人在一起 人生梦想喔 人生梦想就是 小孩子平安健康长大就好 我的梦想是以后想要成为一个YouTuber 我想环游世界